主啊,所有的名字都要跪拜 主啊,病的名字要跪拜耶稣 当我们高举耶稣的时候 我们的病就好了 当我们敬拜赞美神的时候 你要知道弟兄姐妹 耶稣为我们所有的变伤 使我们得医治 哈利路亚,我们宣告 主啊,在我们的意念当中 主啊,我们看见我们完全的康复 主啊,在我们的意念当中 主啊,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 教我们主啊,因着你 主啊,让我们在世上 主啊,能够做比你更大的事情 主啊,我们谢谢你,阿爸父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圣灵 今天早晨大大的脚冠 主啊,在这个线上弟兄姐妹 主啊,叫我们的灵,主啊,与你相交 主啊,叫我们的灵能够得以亲近 主啊,能够,主啊,被提升 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的时候 主啊,我们知道 主啊,我们跟你亲近的时候 主啊,一切都不再重要结束 主啊,因为 主啊,当我们单单注视你的时候 当我们单单仰望你的时候 主啊,我们的心就得着宝足 我们的心就得着能力 主啊,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们只有能力 主啊,只有智慧 主啊,去处理 主啊,我们遇到的这个拦阻 或者是困难 我们谢谢你 阿爸父,我们也祷告 主啊,今天使用 主啊,你的使女 主啊,我们为着 主啊,今天要分享的 主啊,牧者来祷告 主啊,愿他所说的每一句话 主啊,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我们路上的光 愿他所教导 主啊,叫我们的心 主啊,能够明白 上帝,你要放在我们当中的真理 我们感谢你的天父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 主啊,让我们学习你的话语 叫真理 叫我们得自由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靠耶稣的名祈求 Amen Amen 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好 再次的欢迎各位 今天我们很高兴 我们有这个 吕碧莲牧师呢 跟我们一起来 分享神的话语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有请牧师 亲爱的弟兄姊妹 大家早上好 很荣幸又能够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 上帝美好的话语 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天国君王的一句话 这里有两大点 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八章 第一到第二节 记载说 耶稣下了山 有许多人跟着他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 来拜他说 主若肯 必能叫我洁净了 发觉到主耶稣在教导之后 下了山 有众多的人 大多数的人 都因为好奇心 而跟着了他 在人群当中 就有一位长大麻风的 原本长大麻风的人 是不该在人群当中的 但在这里 这第一个病人 是犹太人 却跟着在人群当中 那我们知道 长大麻风病人 其实是被人嫌弃 被人远离 但自己却有这么大的需要 而且非常的不切 甚至自由 情有可言之处 但是我们知道 麻风病 却是使人胜败命令 甚至若到一无所有 只等待死亡 好像是一位 没有未来 没有盼望的一个人 那当他说主啊 你若肯 那我们就发觉到 在第三节耶稣 伸手摸他 说 我可 你洁净了吧 那他的大麻风 立刻就洁净了 我们都知道 面对麻风病人 我们应当是防腹 防守 不可接触 以免 但这里我们却发觉到 主耶稣 却伸出爱的手 心摸了他 扶着他 其实主耶稣 是可以远远的说 你 权益了 这样 这样 这个人就不会受到 怎样的被启示 但是 耶稣 既然伸出爱手 扶他 摸他 然后才说 我可 你洁净了 凭持这一句话 以 我们都知道 这麻风病人 他得了就是 无比的感动 被接纳 被爱 得医治 第二 我们就发觉到 进入第五到第十三节的时候 第二个病人 就是他医了 瘫痪病的人 因为第六节说到 主啊 我的仆人 害 瘫痪病 躺在家里 省事 疼痛 那我们知道 这段的故事 是述说到 有一位百夫长 来到 耶稣的面前 祈求 这第二个病人 其实是个外邦人 然后 这个百夫长 却愿意为 家里的这个仆人 或者是奴隶的需要 来求耶稣 可见 他对奴隶的爱戴 愿意为这个奴隶 亲自找上耶稣 尽他所能 竭力的来付出 对仆人的爱 这可以让我们看见 世人心的 冷漠 无情相比的话 可见这百夫长 却是充满着爱 虽然他是一个外邦人 很少我们能够听下 脚步来为努力 做出有所的付出 当然我们看见 瘫痪病者的特点就是 在患者 他们的行动上 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一点力量也不能 站立的稳 特别是在第六节说到 他是躺在家中 神是痛苦的 然后我们发觉到 第七节 第二次 我们听到耶稣说什么 我去医治他 这里表明出主的旨意 耶稣对百夫长 这个外邦人 却说 我去医治他 这是 很奇妙的一句话 因为他愿意 去到比较远的地方 去来扶持这个 百夫长的仆人 但是百夫长回答的话 是使我们可以多方学习的 他说 主啊 你带我死下 我不敢当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 就好了 从这第八节 我们发觉到 百夫长觉得自己不配 毕竟他是个百夫长 负责一百人的兵死 但是他却担当不起 若主耶稣能够到他 舍下 因为他觉得 身为一个外邦人 他不配蒙受如此的哀戴 那么他就向主耶稣说 只要你说一句话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好了 这时我们相信 这百夫长 他是有权柄的人 但是他更相信的就是 主耶稣比他更有权柄 甚至虽然 虽然仆人是在家中 但是他相信主耶稣说的一句话 却能够超越时空来行事 所以他所期待的就是主的那一句话 所以主的那一句话告诉我们 他相信主的话是有权柄 是有生命的 比起前方是没有距离 我们看见主像麻风病人 代表的就是主全然的爱 来到这个百夫长的仆人的时候 是有一个距离 我们却看见的就是百夫长的信心 因为百夫长所期待的就是 他对主耶稣的一句话 大有信心 那主耶稣就说了一句 主耶稣在第十节说到 耶稣听见就吸气 对跟从的人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么大的信心 就是在以色列中 我也没有意见过 其实将来发觉到 在一段经文 耶稣多说了一句话 在十一节说到 我又告诉你们 从东从西 将有许多人在天国里 与亚伯拉罕 与撒雅各一同作息 唯有本国的子女 竟被赶到外边 黑暗里去 我要强调的就是 主耶稣发觉到 他所说的那一句话 就是他非常惊讶的来夸 这位百夫长 因为他知道说 百夫长所要的就是 从他口中得来的一句话 那你发觉到 耶稣且更强调 更加倍的诉说到 虽然这个外邦人 但是他且能够有这个勇性 与亚伯拉罕 亚以撒雅各一起在天国作息 来参加这个宴会 意思是说 身为一个外邦信徒 因为信心的缘故 就有份于属天国的国度 所以主耶稣就让他明白过来 他不仅能够因着他的一句话 他也让他知道 认识他能够凭着 耶稣在介绍所说的一句话 他的信息 使他能够更加的来享受 属天权柄的道路 还有当主耶稣指出 在本国的子民 意思是指那些 在场的缺乏信心的犹太人 他就做了一个对照 让这些人知道 反缺乏信心的人 会被赶出 离开神的国度的宴行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的就是 主耶稣医治大麻风病 是除去罪的误会 当主医治这个 瘫痪病者的时候 却告诉我们 他有这个除罪的能力 所以当主先医治了大麻风病 然后又医治了这个 瘫痪病的时候 意思是告诉我们 主要先赦免我们人的罪 然后才使我们刚强壮胆起来 进入第三节 第三个病人的时候 你发觉到是害热病的人 耶稣那时候进到彼得的家里 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 耶稣把他的手一摸 热就退了 他就起来服事 假如你在读路加福音第四章的三十九节 你会读到就是 耶稣站在他旁边 斥着那热病 热就退了 他立刻起来服事 我要强调的就是 一旦人的罪得赦免 然后我们变得刚强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 我们就可以起来服事 当然来到这个 彼得的岳母的时候 他这里要告诉我们 他又遇到的就是 他在这个家里 这个病人也是犹太人 那么主耶稣如何在这里 使他得医治呢 他一摸他的伤 一刺着那病 那我说被吸引的地方 乃是他病一好 这老人家就起来服事主耶稣 请问我们弟兄姊妹 每当我们侍奉神的人 是否我们成为一个信徒 罪得数了 耶稣是我们变得刚强 壮胆之后 我们还会回去 做一个名字顾犯的罪人呢 还是愿意兴起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甚至愿意起来 开始服事神 我相信彼得的岳母给我们立了一个非常棒的榜样 他不单只能够过着一个新的人生 做一个新造的人 特别是他也能够即刻的起来服事 耶稣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榜样 进入第四个病人的时候 其实是疫情 到了那个网上 因为记载在十六节的时候说 有人带着许多被鬼扶的来到耶稣根前 然后最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就是这里说到他只用一句话 就把鬼都赶出去 并且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来到这第四主的时候 你发觉到这一群的人有被鬼扶的 有病重的人 那我们都知道不管是被鬼扶的也好 或者患病者也好 病者是身体上不舒服 但是被鬼扶的不仅是身体上 甚至在意志 心识 全部都被 都服服在魔鬼撒旦的权柄之下 被他占领 那我们就看见了 从这四群的病人当中 第一个病人主在场 第二个病人主不在场 第三个病人主又在场 到了第四个的时候 对着这一群的人 主子用一句话 就把所有的事情搞定 把所有一切魔鬼的势力都打败 医治了每一个有病的人 使他们蒙受神大大的恩典 Amen 进入第二个大点 是显明在各种的境界里面 这里至少有三大点 第一个大点就是在人心 那我们就来看 耶稣话语的权柄如何显明在人的心中 他如何在这些被吸引跟从他的人 又从这人群当中 我们看见有两个人 十九节说到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 父子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要跟从你 你发觉到第十九节说到这个文士 他是自发自动的 就是他自愿的选择来跟从主的 那主耶稣就在这里考验他是否在付出代价的这个问题 因为主耶稣知道他是个文士 那么主耶稣就向他说了一句话 看到没有 天国君王的一句话 耶稣说什么呢 耶稣说湖里有灯 天空的飞鸟有窝 人子且没有枕头的地方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 连动物都有自喜 吸息之处 有窝有洞 耶稣四处传扬天国福音的人 却是居无定所压 没有枕头 没有可安静之处 那主对这个主动来要求跟他的这个文士呢 他要他坐下来 好好地计算一下 他要怎样付出这个代价 因为这个官僚 过着一个安逸生活的人 假如愿意来跟从耶稣的话 若肯付上代价 那你才来跟从我 如果你不能付出这种的代价的话 一旦走到半路 你跑了怎么办 这就是耶稣要他考虑的 但是奇妙的就是 主耶稣对这个文士所说出的这一句话 来到第二个人的时候 你看他对文士说的时候 是如此 那么进入二十一节的时候 就有一个蒙徒对耶稣说 主啊 由我先回去 埋葬我的父亲 我们看见这另一个蒙徒 应该是他本来就跟随耶稣的 他就对耶稣说 要请假 那这门徒家里应该是有事 所以他要先回去 因为他要尽对家人尽自己为人子的 为人家孩子的那个义务 然后才来跟随 那你我一定要明白过来 在犹太人的背景 他们都是非常重视 如何安葬家人 而且当家人去世之后 有一些是过了一年 他们才把他的骨灰如何的结呢 然后放在那个缸里的 那么当他说了这一句话的时候 其实就自相矛盾 因为这里说到 让我们明白过来 这里呢 到底是主先呢 还是我先 就是让主先去守卫 还是我呢 先去做我所要做的事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 主耶稣怎么说 主耶稣的这一句话 肯定会让你记得惊讶 神自你会记得 主耶稣是不同人情 因为22节说到 耶稣说 任凭死人 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跟从我吧 我要你注意 这一句话有两个死 只要我们的灵是死的 我们不能活泼过来的话 就像一个死人 回去要埋葬自己 已经没有生命气息的一个人 这里你我一定要知道 对着这一位已经蒙着 但是却 还有意思 所谓有点后退的蒙徒 那主耶稣就 以这句话 半责备 半鼓励的来鼓励他 说道 你跟从我吧 其实只要我们更能够了解耶稣 凭着他的爱心 凭着他话语的权柄 肯定你我都能够知道 他其实是在鼓励他向前行 而且这里是家人 他说我的父亲 其实主耶稣 所要强调的就是 他身为君王 我们的弥赛亚 我们的上帝 到底这万王之王的权柄 能够放显在我们的家中的生活吗 是否我们能够以耶稣基督为呢 举手位呢 所以当主耶稣在这里一强调的时候 只要人不愿意接受赋云的大难 让他脱离 让他可以脱离这个罪恶的审判 肯定就变成好像一个死的人 所以主耶稣才会这么说 今天主耶稣要你我来做一个决定的九十 我们要做活的人 因为只有活的人来跟从他 那么可能这就会让我们面对家人的不解 而且家人的不能体谅 当然圣经有一句话 却如此的告诉我们 他说什么 守扶着离向后看的人不配进天国 希望这一句话 主耶稣的句话 能够给我们鼓励加上挑战 今天我们每一个跟从主的人 往往要面临一个绝招 是主重要呢 还是家人重要 第二 天国经文的一句话 可以在自然界里面显现出来 凭着就是 平静风和浪的这个故事 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3章到27节 当然在24节说到海里忽然起了暴风 甚至船都被波浪 应该 然后耶稣就睡着了 若我们能够对加利利海有所了解 因为那边有一些就是他是在高上 就是他的那个气势 他那个环境 所以加利利海常常会因为突然而来的暴风 会有很多胸门翻腾的波浪起 所以那个环境有时候会变得非常的恶劣 那么这也告诉我们 在我们的人生入土当中 我们往往也会面临突发的环境的攻击 或者是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情况变成的恶劣 甚至仿佛我们会失去我们自己的生命 就如这个疫情的 这个争战一样 那么我们人心会不会变成更加的胆怯 因为人的心变得更加的胆怯的时候 我们只会看人看环境 甚至也怕人也更怕环境 但是我们更了解的就是 仇敌他如何的心风助浪也好 让我们不可因此使我们的心被扬动 25到26节 门徒就过来教醒他 那你要知道 来到这里我相信主耶稣 平时的服事已经是非常的疲惫 他难得能够睡一觉 但是在这里 门徒就这么向他说 主啊救我们 我们生命了 然后 这里耶稣向门徒说的一句话 但是我要你注意的就是 他如何向风和浪说话 耶稣说 你们这小心的人为什么打去呢 所以他就起来 试着风和海 即可的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 所以这里我就发觉到 耶稣的权备真的能够超越自然界的一切 连风和浪都听他的 因为他知道 在这个风和浪 新风助浪的背后的空中掌权者 他有办法来命令 所以27节这般众人就非常的惊讶 到底耶稣他这一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 因为他太特别了 连风和海都听从他 哇太奇妙 最后我们发觉他在灵界中 他如何赶出污鬼 很快的我们来看28到34节 这里我们发觉到就有两个被鬼扶的人 他们是从那个分营里面出来迎接耶稣 对不对 哇 被鬼扶的人都晓得如何迎接他 但是 他们是极其凶猛的 甚至没有人能够从那条路经过 意思说只有我可以在这条路走 因为被鬼扶的人过的是非常黑暗的生活的 但是这两个人 他们却喊着说 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时候还没到 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吧 像是他们在说话 其实不然 我们知道人可能不承认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但是这鬼在灵界里面 他们却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他们认识他们承认耶稣的身份 只是不要主来干涉他们的作为 他们的作为就是指这两个人被鬼扶 生命被摆坏 因为这些鬼不愿意离开他们的身体 甚至他还祈求向主耶稣说 他们的时间受审判的时间还没到呢 那你发觉到 耶稣怎么说呢 远远的 他们就看见有一群猪 那鬼就央求耶稣 透过这两个人的口 他们说什么 若把我们赶出去 就打坏我们进入猪群吧 你发觉到这里是什么 鬼的作为是要叫猪啊 闯下三崖 投身 投在海里 然后断命被淹死 耶稣在这里的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呢 去吧 两个字 非常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你发觉到 那两千只的猪呢 就这样的投下三崖 掉进海里淹死了 两千只的猪换来那两个人的命 是不是喜事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 撒旦 利用财物如何要控制人性 因为到最后的时候你发觉到 33 34节 养猪的人 和整个城的人 养猪的人当然是不愿意 撕掉他们的猪 所以他们宁可怎样的 他们已经失去了 他们的猪 所以他们怎样的 你发觉到 放猪的人 养猪的人 和这整个群的人 成的人 都不要 祝耶稣 为什么 祝资情 祝代表财物 最后我想问弟兄姊妹的就是 在财物上 我们是否看 损失所有的财物 损失这两千只的猪 其实是蛮多钱的 是一个挖了一个大坑的 所以赫尘的人 才会如此的要干 虽然他们是出来迎接耶稣 但是他们是求他 离开他们的境界 弟兄姊妹 今天我要强调的就是 我们从头看到现在 耶稣 每次说的一句话 是死人的遗志 死人的生命 来到最后 他吩咐的就是 让这鬼 这邪灵 跟着走 被淹死 在海里 今天 我们是否 所期待的 就如这些 病得医治的 贪婪 能行走的人 还是 我们最怕的就是 我们宁可 有财物 也不要做 希望 我们 好好地来反省 愿天国君王的一句话 把我们救过来 使我们 恢复 生命的意义 弟兄姊妹 让我们多放祷告 让我们 好好地跟随着 谢谢你 今天能够把这番话 听完 期待 你我 有所得着 有所 祝福 谢谢 Amen 是的 弟兄姊妹 是的 上帝的一句话 今天透过 牧师的分享 让我们记得 上帝的一句话 叫人得生命 上帝的一句话 使人的生命得医治 上帝的一句话 能够吩咐 吴鬼 从人的生命当中离开 今天我们来到 神的面前 我们早晨 也得着神的 我宣告 主啊 今天 主啊 在我们生命当中 需要医治的 主啊 你向我们来说话 主啊 在我们当中 主啊 因着这个生活 主啊 面对困难的 面对重重挑战的 主啊 赐给我们一句话 主啊 你的一句话 吃我们能力 主啊 你的一句话 使我们恢复 主啊 我们也相信 上帝啊 主耶稣 反而被挟制的 主啊 被这些仇敌 挟制了的 主啊 你一句话 释放我们 主啊 我们谢谢你 阿爸父 主啊 我要祷告 主啊 教我们的生命 主啊 能够主啊 看你 比任何的事物 都重要 主啊 我们要得着的是你 主啊 不是在世界上 主啊 所会流失的 会带不走的 主耶稣 我们感谢神 主啊 谢谢你 今天透过 吕牧师的分享 主啊 让我们的心 得着宝足 我们感谢神 听我们的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你 奉耶稣名祈求 Amen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儿 因为国度 全并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Amen 兄姐妹 感谢主 很快的 我们的时间已经结束 我们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